盘点嫁入豪门的十大女主持 记得关注与收藏哦 第十 董卿 董卿13次登上春晚舞台 一直是无数国人心中的楷模 气质女人的代表 这样一个饱读诗书的女人 事业上红红火火 感情生活却隐隐不为外人道 其实人家董卿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闪家豪门 只是平时低调知道的人甚少 在2010年就有知情人爆料 董卿被人受保险的总裁 蜜春蕾追求 两人相识于宴会 之后开始频繁互动 到狗仔在2011年 拍到两人共进共出的画面 恋情才实锤 不过这么长时间 微曝光两人婚姻生活 最大的原因就是 传门董卿是小三上位 导致蜜春蕾不惜赔偿 千万赡养费也要离婚 其中的各项传闻都未得到认证 但如今的董卿嫁入亿万豪门 婚姻幸福才是最大的快乐 第九 李红 李红央视最知性有魅力的女主持人 她长期主持着央视的重要频道 海峡两岸 是节目最稳的定海神针 她自小漂亮出众 思想睿智 自带高雅气质 在上大学时 毅然选择了新闻专业 又经过不断的努力 成为央视主持杰楷模 事业上春风得意 感情上也是一帆风顺 在之前 有外界传言李红老公 是电话大王吴瑞琳的儿子 吴志阳 他也一度被人称为 最年轻上市公司董事长 但最近就有正义网友出来必摇 李红并非嫁入豪门 而是普通人家的小媳妇 生活十分平静 当然 漫天的信息无法得到确认 真豪门假豪门 都与大众没有关系 未来更期待人气主播李红 能为大众带来更多真实的新闻 第八 杨岚 杨岚曾被福布斯评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与性 她极具亲和力的主持风格 在国内有着超高的人气与影响力 更成为许多新闻后辈们学习的目标 事业上红火 婚姻中的选择也是相当的明智 1995年 杨岚与交往一年的吴征不如婚姻 这就有人问了 这吴征是何方神圣 竟能俘获女神的芳心 其实人家本事不一般 她是目前国内最大民营媒体 与投资集团之一的 阳光红颜创始人 在2008年 该集团就被评为 全球华商富豪500强的一员 2011年 杨岚与丈夫更是投资 控股罗科环球娱乐集团 可见超强财富力 双方强强合作 共创富贵人生 第七 月亮姐姐 月亮姐姐不可或缺的童年伙伴 她作为被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 她的感情生活一直是个谜 直到不久之前 外界才知道 人家已经嫁如豪门 她入行20多年 一直保持低调的生活方式 外界只知道 其老公是一名富豪 但从未曝光 没有老公的曝光 却有小正好的亮相 前段时间 月亮姐姐儿子上学的短视频流出 网友就对小孩上学的学费 生出好奇之心 某网站显示 学费在18万 名副其实的贵族幼儿园 能在小孩的教育上如此投资 可见家庭条件之好 第六 周涛 众所周知 周涛是继泥平之后的 重量级美女主持人 她主持春晚多年 一直是舞台上靓丽的风景线 她不仅颜值好 气质好 而且能力强 如见她虽已经年过半百 但值得欣慰的是 周涛家庭幸福 拥有别人夜性的家庭 在2004年 周涛与富豪 陆云相识相恋 一直幸福到现在 其老公在经商之前 曾是理科学霸 非常有魅力 经商成功的陆云 成为身价上亿的富翁 两人婚后 老公陆云对待周涛 呵护备质 但女儿香香的自闭症 却成为她心中最大的痛 幸好现在孩子的病症 已经痊愈 生活平静而幸福 第五 李小萌 李小萌 央视著名主持人 1996年中传毕业 主持央视节目 半边篇五年 而后 她接连主持多档 重量级新闻节目 2008年 深入采访四川地震 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主持 在2015年 她辞职央视 却传言不听 有人说她以丑闻被查 有人说她是畏罪潜逃 事实上 人家是为了家庭 主动放弃工作 18年 45岁的李小萌 就在个人平台上 分享生活 外出回到家 发现家中喜庆一片 十分温馨 网友关注到的 则是房屋之大 富贵洋溢 经过网友的不断挖掘 才知晓其丈夫 是经济学专家 日常低调 不在众人面前显摆 真正的大富人家 第四 曹晴 曹晴的名气 可能没有董晴大 却也是风光一时的 央视主持人 他在1996年 曾担任 读书时间栏目记者 1997年 更是担任 北京电视台 时尚庄院 外景主持人记者 本来事业正在上升期 他却为了加入豪门 放弃机会 2017年再度亮相 却是因为 状告美籍华裔丈夫 一案引发关注 想当初 两人的结婚 可谓是轰轰烈烈 除了中式八条大教 主公人是吼耀华 这后人是 时任外交大使的李肇星 各路名人争相祝福 如今双方在网络上 各执一词 标准的豪门梦破碎典型 第三 徐葛辉 徐葛辉曾经是 央视著名的美女主持人 与倪平 赵忠祥一起主持 经典节目 政大综艺 出众的业务能力 让他的央视 鹤立鸡群 但却因为成为私德 被控 劝退央视 其中另有隐情 2002年 能力出众他 在宴会上 遇到企业家丁剑 那时的丁剑 已经是有负之夫 却猛烈追求 徐葛辉 唐一碰弹的轰炸 让徐葛辉呈现 外界的责难 分之踏来 最后徐葛辉 主动离开央视 倒戈凤凰卫视 成为正台之报 两人的恋情 经受住外界的舆论 在2005年成婚 徐葛辉也正式 小三上位 成为豪门贵妇 坊间密传 丁剑为了与徐葛辉在一起 不惜给前妻 上亿分手费 实在豪气 第二 杨千佩 杨千佩 台湾著名的 电眼女王 主持能力一般 舅男友的实力 却是非同小可 2008年 他与豪门二代 获此人的恋爱粉纹 成为焦点 只可惜因为过多外界干扰 导致豪门梦碎 持此恋情 就足以看出了 他的野心 第二次恋爱 杨千佩的交往对象 一如既往的豪 交往对象 是年收入上亿的 餐饮老板 黄宝氏 只可惜 有钱的男人太花心 他遗憾落败 第三次恋爱 也就是现在的 仿职业富二代 作用上亿家产 不是梦 2016年 他紧抓富二代结婚 2018年 顺利产下女儿 活多多的明星 嫁豪门榜样 实在厉害 第一张磊 张磊央视有气质的女主持人 事业上红红火火 感情生活 却是低调无动静 其实张磊早在 2013年就一家人 丈夫网传为 矿业大亨王集财 资产上亿 有知情人曝光 男方为辽宁安山人 温元集团董事长 他年过五十 曾经也结过婚 并有孩子 但张磊并不介意 因为有缘人难相遇 姻缘造就是天注定 如今的张磊 并没有赢豪门生活的悠闲 而放弃曾经的理想 依旧奋斗在 电视营品上 亲切温馨 豪门不仅女性向往 女主持们也备受豪门推崇 她们的文化素养 远比女性来的体面 可谓是富豪们 强强联合的最好选择